传出火警的大楼是位在大阪市中心的闹区 当局是出动了75台的消防车来进行抢救 起火点初步判定是位在四楼的一间医疗诊所 而大部分的伤者都是在四楼被发现的 根据当地警方表示 有募集民众当时是看到一位60多岁的男性 手里提着有不明液体渗出的纸袋 据传着起火原因 有可能就跟渗出的液体有关 所以警方目前不排除有人为纵火的可能性